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美家园装修 二楼吸收间的排风扇已经装好了 装二楼吸收间的排风扇要到上面的阁楼里面操作 在阁楼里面差不多干了一天的活 可能很多朋友对自家房子的阁楼还是一无所知 今天就带大家到阁楼里面一探究竟 看看阁楼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 顺便和大家聊一聊房子阁楼的相关知识 这个像天窗一样的就是阁楼的入口 一般是在Claudia里面 里面是阁楼入口的盖子 进入阁楼之前 先准备好梯子和照明灯 用手把盖子往上拖 拖上去之后放到边上 这就是阁楼里面的样子 先看一圈 满足一下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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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是厚厚的一层保卫棉 对房子的保暖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如果保卫棉的厚度不够 可以加保卫棉 好像加保卫棉还有正负补贴 里面一根根的木头框架 用来支撑屋顶 大支撑三极导型 因为屋顶需要有一定的坡度 以便下雪下雨式 走水更为顺畅 木头框架上面是一层木板 木板外面就是屋顶的瓦 这是阁楼的换气孔 用于阁楼和室外进行空气交换 这个也是阁楼换气用的 我们俗称蘑菇头 当有风吹过时 会自行旋转 比一般的换气孔 换气效率更高 这是壁如的烟囱 这是下水管的回气管 在房顶通往室外 排风管走在阁楼里面 一定要用带保温棉的排风管 这是因为阁楼的温度和室外是一致的 不是和室内一致的 当冬天的温度很低时 如果排风管不带保温棉 会产生冷凝水 这里要提醒一下朋友们 如果二楼洗手间没有排风扇 并且计划加装排风扇 可以在屋顶换瓦室 先加装排风口 这样在加装排风扇时 可以直接把排风管 连到出风口上 非常方便 这家屋顶没有出风口 所以只能把排风管的末端 放到蘑菇头里面 以达到比较好的排风效果 大家到阁楼里面能干点什么呢 首先可以检查屋顶是否有漏水情况 可以在下碗鱼之后 检查顶上的木板上是否有水渍 如果屋顶有漏水情况 要立马更换屋顶上的碗 其次可以检查阁楼里面是否长霉 如果阁楼里面有霉味 说明阁楼里面通风不足 要在屋顶上加装蘑菇头 以增加通风效果 如果阁楼里面长霉特别严重 要全部更换阁楼里面的保卫棉 并且要进行专业除霉 第三要检查阁楼里面保卫棉的厚度 如果厚度不足 要增加保卫棉 进阁楼里面一定要戴好口罩 要手脚并用 伸手敏捷 如果伸手不好 就不要进阁楼了 阁楼里面只有木头框架 可以支撑人的重量 所以一定要踩在木头框架上 下面灰板是不能支撑人的重量的 所以千万不能踩 曾经遇见过有人把灰板踩漏 从阁楼上面掉下来的 上面木板上露出来的是钉娃的钉子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头或者胳膊划伤 热温度和室外是一致的 不是和室内一致的 上午隔楼里面的气温不算太高 还不算难受 下午隔楼里面则又闷又热 浑身冒汗 就像蒸桑拿一样 所以进阁楼里面一定要特别小心 如果非必要 就不要进阁楼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 您的支持将是我把视频做下去最大的动力 谢谢观看